12月19日报道 凌晨巴萨3比2战胜埃尔切的比赛中 巴萨小将门发挥重要作用 赛后哈维非常激动 哈维的激动是有原因的 巴萨前锋费兰朱特格拉在他的第一次首发中只用了16分钟 就为俱乐部取得了进球 他是加泰罗尼亚本土球员的佼佼者 当然最惊艳的还是加维 他的进球和助攻 帮助巴萨彻底拿下3分 收获的不仅仅是进球 还是希望 更让巴萨看到了未来 哈维赛后认为是年轻一代拯救了巴萨 而这年轻一代非常年轻 因为他们甚至都不属于一线队 包括8号尼科 29号朱特格拉 30号加维 33号阿布德 而第16分钟朱特格拉投球破门 第19分钟加维取得进球 最后加维还助攻打进一球 赛后数据统计 有4位号码不属于一线队的球员 在西甲同时出场 能独造三球 在巴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哈维也表示 这代年轻球员比佩德里 布斯克茨那一代还出色 问题是 巴萨被迫启用这些非一线队 实属没有办法了 那之前的拉马西亚球员 都去哪了呢 断代的责任是谁造成的 巴萨这些年轻人 如家维 尼科 安苏法帝 佩德里 埃里克加西亚 阿劳霍 德斯特 也许在梅西离去后 这些人将撑起巴萨的大旗 这些人将撑起巴萨的大旗